這場比賽正式的展開了 這場比賽正式的展開了 由白色球衣的尼特隊在附場 首先第一波的攻擊 Romel Felton 馬上交給Carroll Anthony 就投球了第一個Fill Go 我一個很簡單的底線 這個中部好力的過程來掩護我 Carroll在拔球線附近 歡迎再次回到衛視體育台 球迷高紀念先生與其我田文奎 為大家帶來這場尼特 在主場迎戰火箭隊 我分數上沒有差那麼多 Melo站上拔球線 剛才也看到了Dry Howard的拔球命中率百分之大 那麼現在每支球隊 後都多少 而且先後後 不管是早或是晚都會起洋派克戰術 不過這個也讓火箭隊 其實在聯合裡面出手次數 攻擊的位置大概是76次左右 是比較低的一個數字 因為很多的攻擊位置都被打球給吃掉了 對 所以這比較麻煩 不過暫停回來過後看到林舒豪 跟Omic Cassidy同時來到場上 完全沒有空間 只剩下兩秒鐘了 連假出手的Parses 又是讓 兔足的翻譯慢了一拍而已 你怎麼可以罰我五千拍呢 他上輸了 你必須要去都不聽 特別是現在對到現在的迪克隊 呃 好球被林舒豪抄掉 而且 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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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而已啦 還記得當時林舒豪離開 我們就在去年初的時候 林舒豪離開 在去年林舒豪回到 林舒豪回到 林舒豪的時候呢 所有 林舒豪加油的 這個對林克隊的球 這個球員來說 其實是性質上蠻大的一個打擊 對 那是34分以後 他給自己還是有更多的習修 哇 最後球滑掉 所以 最後是24秒 林舒豪 在今天稍晚呢 會為大家帶來這場比賽的重播 現在再度回來 那麼他在35場 尼克隊的比賽當中 能夠得到14.6分 45%的標高運作率 而且傳出了6.24的助攻 當時在羊上的Melo非常的緊張 而且媒體訪問他的時候 Melo很心急的告訴大家說 這球的林克隊還是我的 最後幾球 還是要給我的 沒錯 這個是 沒有信心的一種表現 如果你真的知道 你自己是一哥 然後大家也認為你是一哥 你就不需要講太多了 所以 要到現在這個 紐約17號的球衣 很多球迷 還不願意丟掉 有 當時的 做球衣的場上 知道 如果林舒豪沒有跳進去的話 肯定就是一個進攻籃板 這位自己是一個空檔 在空中的 高拋投油 哦 那樣的紅豆豬啊 這是犯規 林舒豪必須要犯規 因為現在是大四 可是他好像沒有看到 非常受傷 對 是吧 要看不了 好像是要看到 還是被 守走 是這個了 打到 而且他的右腳 好像也 下來的時候也扭了一下 有點翻船 看一下 那邊是台前三名的 就是這個 歐瓦 打了四十秒鐘 手手應該是沒有打到點 主要還是他的腳踝 只是把他身體給清開了 進去的重心而已 他已經不是一線前功了 我想雙溪的手術 對他來說 本來就有影響 然後加上他在受傷之前 也一直都不是一個防守型的球員 嗯嗯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現在的阿巴阿斯達馬 其實並不具備 NBA等級的水準 哇 而Johnny也犯規 這讓林舒豪要再上拔球 時間只有20.6分鐘 他憤憤不平地坐在板燈上 嗯 整個心已經不在這支球隊了 其實Dwight Howard 一被簽約的時候 他就已經要求要被交易了 可是呢 球隊給了他一點空間跟時間 希望可以打雙塔戰術 可是對他們來說